有着世界桥梁博物馆之美誉的贵州省 一件和再建桥梁近3万座 世界前100座高桥有近一半在贵州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大发区特大桥 该桥用黄大发开凿的大发区命名 黄大发是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 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 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七一寻招获得者 大发区是由黄大发带领数百个村民 用钢签凿 风钻敲 耗时三十余年在峭壁悬崖上凿出的一条长约十千米的水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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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发区特大桥长1427米 宽33米 高280米 主桥跨境410米 围上城市钢管混凝土拱桥 是人尊高速的控制性工程 起竹拱最大吊桩重量240吨 整座桥重量超过世界最大跨境钢管混凝土拱桥的大小井大桥 是目前已建成同类型桥梁宽度第一的大桥 2022年12月 大发区特大桥建成通车 遵义到仁淮的车程由此前的90分钟缩短到30分钟 集大地便立了沿线居民通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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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olin è현省 10分钟爱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